如果你有幸去趟德国 会发现 嬷嬷咖啡馆 嬷嬷食品店 嬷嬷布娃娃店 是随处可见 嬷嬷到底是何方神圣 就是这个视频的主人公毛毛了 注意毛毛只是书名的简称 调皮的恩德还取了一个剧场的副标题 时间窃贼和一个小女孩的不可思议的故事 这些时间窃贼就是一群叼着烟卷的灰先生 他们总在鼓惑人们要时刻节省一切时间 好在时间银行里 把今天剩下的时间储蓄给明天 渐渐的 人们就在争分夺秒中开始忽略朋友 恼夺家人 世界在忙碌中失去了爱 只有纯真的小女孩毛毛 为了拯救朋友 拯救爱 不惜冒生命危险 找到时间管理者侯拉博士 用时间之花战胜辉先生 帮人们夺回被盗走的时间 让世界重新恢复爱与幸福 是的 这是一部抽象的时间哲理小说 哎 别急着害怕 因为恩德已经机制地 划抽象为具体了 在这里 抽象的时间变成形象可见的时间窃贼 时间管理者 时间银行 甚至时间花 盛开在人们心中的时间花 长成这样 当星白慢慢地越来越靠近石边时 一朵硕大的花蕾就从黑色的水中浮现出来 百针越接近石边 花开得就越大 直到完全开放 躺在水面为止 所以整个故事没那么高深磨刺了啦 抽象的时间 恩德画抽象为具体 而对于原本具体的事物呢 淘气的恩德就故意将它模糊化 为的可不就是营造一种神秘感吗 作为人类时间的守护天使 毛毛极可如仇 见义勇为的性格极为鲜明 而他的身世背景 却极其模糊神秘 听听书本开头的这段对话 你说你叫毛毛 是吗 是的 这个名字很漂亮 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 是谁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我自己 毛毛说 你自己给自己起名字 是的 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毛毛想了半天 终于说道 从一记事 我就在这里了 你没有姑姑叔叔和爷爷奶奶 在你记得的地方 有没有一个家 毛毛望着那个男人 沉默了片刻 然后他喃喃地说 我的家就在这儿 唉 那个男人说 可你到底还是一个孩子呀 你到底几岁了 大概一百岁吧 毛毛犹豫不决地说 大家都笑了 因为他们以为 这是一个笑话 唉 说真的 你到底几岁了 一百零二岁 毛毛有些不安地说 过了一会儿 大家才看出来 这孩子只知道那几个数字 那是他听来的 其实他不懂那些数字 是什么意思 因为没有人教过他数数 主人公是个不知年龄 不知来自何方的小女孩 是不是瞬间更有兴趣了 不过读这把书呀 还真得耐着性子 因为恩德并没有一开始 就将灰先生们的丑陋嘴脸 暴露无遗 而是循序渐进的叙述 让这群带着和善 彬彬有礼假面的时间窃贼 巧舌如荒地到处行骗 才使得善良的人们 不自觉地一一落入他们的陷阱 他们真的太隐蔽了 隐蔽到你会发现 其实灰先生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 一不小心就会跑出来 文末你会发现 时间不是金钱 时间是生命 生命就在我们心中 或许你需要一生 才能读懂这话中的深意 这部深邃的诗仙小说 已被翻译成包括南非语 塞尔维亚语 克罗蒂亚语等多国文字 形成世界级的毛毛现象 说不定你也会变成毛毛困魔 另外毛毛的动画电影也很有趣 中文译名为时间大使默默 下集是恐怕只有时间才能摧毁的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下集闭 Go Go